有消費者買一盒冷凍包子一打開之後 蒸熟了才覺得 這個包子難不成是藍莓包子的口味嗎 六顆上面全都有大大小小的斑點 看著手上的包子 魏先生是越講越火大 就是因為吃過覺得不錯 再去買一盒 卻發現六顆裝的包子 白色的皮多了一點一點 藍莓大小的斑點 仔細看上面還有菌絲 真的很噁心 從超市買到發霉的包子 魏先生要拿回去退錢卻被拒絕 但包子怎麼會發霉 既久回到超市才知道 原來是應該放在冷凍櫃的包子 卻被放在冷藏區 因為超市管理瑕疵造成產品發霉出問題 消費者只能自認倒霉 但一時的不注意 擔保還會有發霉產品 被消費者買到 記住林安平 評論報導